美国福克斯新闻16号发布一篇报道 说阿拉斯加的一家性别认同诊所 呼吁将学校教科书中的妈妈这个词 改用卵子生产者来替代 这个提议得到了美国卫生部助理部长雷切尔·莱文的支持 这个人的身份不简单 他是美军首位变性私心上将 54岁之前他还是一个叫理查德的男人 莱文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向未成年人提供性别认同护理 认为这种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莱文近日在拜访这家名为阿拉斯加身份中心的诊所时 对其进行了高度赞扬 这是一个专门为LGBTQ群体提供资源和医疗保健的非盈利社区中心 莱文大赞这里的员工正在不知疲倦地 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未来 让所有的美国居民都能获得平等的医疗服务 那么这家诊所到底在干些什么好事呢 阿拉斯加身份中心目前正在美国的K12基础义务教育体系中 推进性别包容性生物学指南 有句话叫洗脑从娃娃抓起 对于小到幼儿园的孩子 这份指南就建议老师要让孩子们知道 医生不过是通过猜测来给刚出生的婴儿分配了性别 此外老师还要跟孩子们讨论性吸引力 以及要教他们使用准确的语言来描述身体的部位和功能 不要假设只有两种性别 也不要假设特定性别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在谈到生育问题时 这份指南呼吁去掉妈妈这个词 将他们称为认身家长 亲生家长 卵子生产者 或卵子携带者 也不要说妈妈怀孕了 而应该说婴儿存在于子宫中 此外 孩子不应该被告知他们的基因来自他们的父母 相反应该这样说 你从精子和卵子中获得了混合基因 这份指南甚至建议避免使用像男性和女性这样的生物学性别术语 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高丸的人和有卵巢的人 举个例子 男性因定期检查高丸是否有种块 这样的措辞就不对 应该说成有高丸的人因定期检查高丸是否有种块 该指南强调 教师应该将生物课的重点放在反性别压迫上 更离谱的是 这份指南还呼吁去人类中心化 建议孩子们从动物行为中学习 不少中国网友看到这里直呼好家伙 和这以后干脆用地球生物来替代人类的称呼好了 看来美国有些人真是病得不轻呀